这项龙镇的公祭典礼 今天上午独展中在安泉村的牧马喉祠主席 由新闻政委会江历市长主席 新闻各界首长、地方士绅以及学生代表等一千多个人参加 旭旅在悠扬的古业声中展开 主席者曾经在牧马喉成员的一项前上香、献花、献果至近 并且领导大家行三支征礼 然后致辞敬礼大家要下法成员必经展计 拆拓金门的奋奋精神 记者曾经由江人报告牧马喉成员 对金门开疆创业的经过和对金门所做的伟大贡献